總理Steven Harper即將展開他就任以來首次訪華 行程是由下個月的2號至6號為止 Happer的助理透露 總理好可能會跟中國領導人討論財政政策的問題 不過就不清楚會不會講到外匯政策 暫時未知Happer會不會敦促中國讓人民幣升值 預計Happer會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商討兩國貿易、經濟、環保、家中關係和人權等議題 本台由今天開始就將會推出一連三集的Happer中國行 而在第一集我們就會探討一下Happer此行 是否能夠掃除過去幾年一直阻礙著家中關係發展的叛腳石 家中關係的發展自三年多前保守黨上場執政之後 一直都一般 市民又了不了解過重的原因呢 蘇拜那些進來的那些有問題的人 進來那些罪犯 是呀 是呀 你都變了傻嘛 中國那些經濟上那些即是有權的人呢 過來加拿大最好兩個有那個… 你想那些經濟罪犯是嗎 是呀 是呀 那怎樣 你想… 即是最好大家有叫做險犯 事實上的確是有不少中國經濟罪犯 在中國犯案之後逃到本國 然後透過本國的各種法律途徑 又或者是申請難民身份 希望可以長期居留在這裏 避免回中國受審 教員人熟悉的幾個例子 包括涉及800億元人民幣 號稱是中國自建國以來 最大中走私案的賴昌星 涉及中銀10億元詐騙案的高山 以及李東哲和李東虎兩兄弟 以賴昌星來講 從他申請難民身份失敗之後多番上訴 都現時進入到移民部 重新對他作遣返前風險評估這個階段 前前後後已經超過10年 難怪賴昌星最近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 都要對加拿大講一聲多謝 陳國鑫認為哈巴這次訪話 並不會和國家主席胡錦濤 直接討論到遣返中國經濟罪犯的問題 但從兩國最近談到 如何處理召危兇殺案來看 他相信遣返賴昌星回中國 已經為時不遠 中國方面已經拘留了這個召危案 在中國大陸的兩個疑犯 以及準備在明年初就會進行審訊 即是說可以看得出這件事 以及他要求加拿大王家琴把這些資料送回去 即是看得出在這裏已經是有一些中間裏做了些事 如果中國方面真正是起訴這個召危案兩個疑犯的時候 賴昌星要遞解回去的時日已經是無多 目前加中兩國並沒有簽署引渡條約 令到兩國在互相引渡罪犯方面遇上重重的困難 假如哈巴這次訪華能夠促成兩國簽署引渡條約 那是否就一了百了呢 移民律師王仁達說不是 其實真正來說 移民趕人走的方式 是簡單過用引渡條例去趕人走 就算你有這個引渡條例 你也有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人如果要送去訴訊 我們都是有些束手無策的情況 一般相信加中兩國遲遲未能簽訂 能夠促進加國旅遊業的 加中旅遊目的地協議ADS 是跟賴昌星及高山等問題有關 但哈巴最近被問到有關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不了解原因 但就樂見其成 ADS 我們已經說了幾年 我們期待要簽署引渡條約 但未能確認 而陳國新就認為簽不成協議 主要是本國的責任 但隨著加中關係漸漸解凍 他相信哈巴今次訪華 在簽署加中旅遊目的地協議方面 會取得一些突破 我相信那個責任在加拿大會比較多些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加拿大那個難民法 因為如果你的加拿大不收那個難民法 中國的貪官會 仍然是很多人會來到這裡 當這裡是被難所 我自己樂觀地說 今次哈巴去到 可能ADS那個會是一個比較容易見得到的成績 其實這個已經是談了很久 兩國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談了很久 可能今次我覺得會在這個方面一些突破 雖然市民對哈巴首次訪華有不少的期望 但現實是 兩國在遣返罪犯和人權問題上的分歧 不會因為一次的訪華行程 就可以完全解決的 但無論是怎樣 哈巴今次訪華 相信會為改善加中關係 踏出重要的一步 Omni News記者鄧榮章在溫哥華的報導